布罗利一拳将巴达克送到了天上 快速出现在了巴达克的上方 双拳紧握 给予了巴达克最后一击 巴达克被砸入地面 痛苦地呻吟着 布罗利快速来到巴达克跟前 一把抓住了巴达克的脚 提了起来 巴达克叫他等等 随后巴达克就被布罗利两边甩 一遍又一遍 巴达克口吐鲜血 布罗利像扔垃圾一样将巴达克扔飞 整个人直接被扔入了山体之中 巴达克不得不承认这种训练真的是要人命 调整好状态后 巴达克缓缓站起身 决定拿出自己真正的实力 巴达克从身后拿出破坏神的眼罩 带了上去 布罗利不知道巴达克这是什么操作 在战斗中失去眼睛就等于是宣告了失败 他一定是疯了 巴达克什么话都没有说 他感觉自己浑身充满了自信 布罗利朝着巴达克快速攻来 巴达克感激布罗利每次攻击的时候 都喊一声 这让他更容易找到布罗利 布罗利的拳头并没有打到巴达克 反而被他抓住了机会 巴达克开始反击 布罗利不明白 明明巴达克已经蒙住了眼睛 为什么还能躲开自己的拳头 而且他还反击了 巴达克忽然飞到空中 布罗利紧随其后 叫他不要逃跑 布罗利加快速度 绕到了巴达克的跟前 上来就是一拳 巴达克轻松躲过 不出意外 布罗利又挨打了 他愤怒地做出反击 巴达克再次躲过 他不明白自己 为什么打不到巴达克 自己之前明明很容易就可以击败他 结束这场战斗的 难道那个眼罩有什么秘密 巴达克准备虚大招 告诉布罗利 自己用的是自在极异 但布罗利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个 巴达克的能量球越来越大 布罗利也不甘示弱 决定先发制人 朝着巴达克就来了一发嘴炮 巴达克轻松躲过 并快速来到布罗利跟前 对着他就释放出了自己全部的能量 一阵耀眼的光芒过后 就在巴达克以为战斗结束的时候 忽然就被人抓住了手 烟雾之中逐渐浮现出布罗利的身影 不由分说 就给了巴达克一拳 强大的力量将巴达克击飞 打穿了几座山 布罗利大笑不止 从来就没人能够在这种变身下坚持下来 即便是你所谓的自在极 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游戏 巴达克从山体之中走了出来 布罗利看巴达克在这样战斗下去的话会死的 他问维斯 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快点让他停下来 维斯闭上了眼睛 他说自己是天使 不能干涉凡人的事情 这是巴达克自己的决定 所有后果由他承担 无论这场战斗的结果如何 你都会得到两年的失误 布罗利也不管了 打算给予巴达克最后一击 巴达克还是站在原地 等布罗利挥拳的那一瞬 他震惊了 巴达克竟然单手挡住了自己的攻击 此刻的巴达克一言不发 他一直低着头 等他抬头 巴达克的左眼从眼罩中露了出来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转发收藏加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